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巴亨特方向最新的一个情况 那么巴亨特现在呢,瓦格纳公文兵的领导人普里格金今天证实 瓦格纳公兵在5月3日 24小时内向前推进了230米 116名瓦格纳公文兵死亡 乌克兰军队在巴亨特剩余的控制区域为2.64平方公里 主要指巴亨特西部 乌军仅有的这2.64平方公里的这个控制区 乌克兰军队发起了反击 那瓦格纳承认乌军呢,现在在巴亨特方向呢 还是有兵力啊,以及弹药补给 今天呢,在巴亨特方向呢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陆军总司令 塞尔斯基呢,也对媒体证实 乌克兰武装部队不会从巴亨特撤离 乌克兰地面部队陆军总司令塞尔斯基 强调基辅呢,会重视控制巴亨特作为反攻准备 他希望呢,控制巴亨特会改变乌克兰 顿巴斯战局的动态 他说,尽管所有的预测和建议,我们仍将继续保留巴亨特 摧毁俄罗斯军队 这将使乌克兰储备有机会进一步的行动做准备 也就是说,乌军的下一步春聚攻势 很有可能你会在巴亨特方向发动一定的攻势 来牵制俄军在巴亨特 瓦格纳公兵他的行动 那么今天在巴亨特的战斗还是非常激烈的 给大家播放一下现场的画面 这是巴亨特 现在的战斗主要集中在柴科夫斯大街 柴科夫斯大街 这个柴科夫斯基大街呢,实际上是靠近乌军最后的防御据点 俄军使用的这个喷火坦克,这是被摧毁的荷兰向乌克兰提供的美制的装甲渔民车 这是美军的装甲渔民车,被俄军完全摧毁 可以看这个尸体,乌军的尸体就在装甲渔民车周围撕散 这个摧毁的使用的是反坦克武器,也说明美军的装甲渔民车能力其实并不强 这种装甲渔民车实际上就是M111 台湾有大量的装备 那么可以想象未来如果在台岛发生战争的话 解放军实际上也可以对美军 他的这个M11 进行摧毁 除此以外呢,在巴佛特的巷战还发现了外国工病 这是在顾佑兵尸体上发现的护照 从这个护照上看呢,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北约国家 这也是顾佑兵营地张贴的这个告示 有些行为禁止,大家可以看禁止各种行为 这是什么行为,不知道啊 这是在巴佛特啊 俄军还发现呢 乌克兰的这个鲍尔·埃斯坦克啊,已经抵达了 出现在顾佛特,出现在顾巴斯啊,大家可以看巴尔·埃斯坦克 那也是为春季公事啊,做最后的准备 在巴佛特方向呢,这个 乌尔达尔啊,这个地下的军火库 俄罗斯方面呢,实际上发现了乌克兰 大量的这种 像预备人员啊,提供的武器 这个这款武器可能是这个 类似于这个汤姆逊锋枪啊 是二战时期的步枪啊,所以都提供给这个预备人员 这个军火库里面呢,没有发现炮弹啊 大多数都是这种老旧的步枪 而且是很多是二战时期的啊,这个军火库规模很大啊 网格纳呢,下一步很有可能将这批武器呢 提供给俄罗斯国防部啊,换取炮弹 另外呢,今天俄罗斯方面呢,也对赫尔松州的 比利斯拉夫在这个方向发动了空袭 那么今天空袭的是比利斯拉夫方向啊,乌军的阵地 打击的是弹药库以及军事节点 我们给大家播放一下现场画面啊 那么俄军呢,大家可以看打击的是啊 他这个弹药库啊,另外还有人员集中区 使用的是,这种空射型的精确滑翔制导炸弹 实际上是在一般的航空炸弹上面安装了翅膀 可以看对比利斯拉夫方向的打击效果啊 这个军偶库啊,包括军营被完全摧毁 乌军现在在比利斯拉夫啊,也就是在 第一波河沿岸大规模的集结 那主要是要越过第一波河,对俄军的进行 抢滩登陆啊,进行骚扰,所以俄军呢 在乌军的军事集结地点呢,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 比利斯拉夫方向呢,主要威胁的是 卡霍夫卡水库大坝 也就是 能够重装备啊,渡过第一波河的这个水库大坝 所以俄军现在防范乌军的重装备在这个方向集结 如果发现的话,立刻摧毁啊 那么今天的美国也宣布啊,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 3亿美元 援助呢,是包括海马斯弹药 这是美国白宫最新的新闻港,大家可以看一下 海马斯弹药,另外呢,还有未指定型号的15毫米榴弹炮 15毫米炮弹,120毫米,81毫米,60毫米的迫击炮 反坦克导弹系统 另外呢,还有AT-4 反坦克榴弹发射器 还有非制导弹药啊,就是美国的著名的九头蛇70 这个九头蛇70呢,也称这个海妖航空弹 它是1972年服役啊,1948年由美国海军开发的70毫米弹药 它有折叠尾翼啊,它可以选配多种战斗部啊 21世纪版本呢,进行了改装啊,有精确制导性 那这款武器呢,在台湾也有装备啊,台军也有装备 主要配备给这个阿帕奇,另外还有美军的多种啊 空中打击武器都可以配备 那3亿美元的援助呢,还包括未命名的小型武器 及弹药,轻障工程费,用于运输重装备的卡车拖车 车辆维护修理设备,以及其他设备 这是美国方面公布最新消息 那么今天呢,在哈尔科方向啊 俄罗斯国防部呢,也公布了最新的报告 在5月3号当天 在库布扬茨克方向,俄罗斯西部军区出动了炮兵 以及空天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卡门卡 击毙约40名乌军,两辆坦克,三辆汽车,一门第三列轮弹炮 在红林曼方向,中央集团军的作战的战术陆军航空兵 在卢干斯克,涅沃斯科叶,迪布洛瓦摧毁50名乌军 一辆装甲车,三辆皮卡,两门MSTA杠币榴弹炮 在顿捷斯克方向,突击分队呢,在巴哈姆特西部作战 空降部队呢,分区束缚了敌人在侧翼的行动 那么南方的战术以及陆军航空兵出动火炮重型武器 火焰喷射系统在顿捷斯克人民共和国格罗夫卡 摧毁了敌军 24小时呢,飞行了9次,另外呢,完成了63次炮击 白天呢,有385名乌军还有工兵被击毙 另外呢,有一辆坦克,两辆装甲车,四辆汽车 一门第二零榴弹炮,一门第三零榴弹炮 被俄军摧毁 在南顿捷斯克扎布洛方向 东部集团军呢,空袭乌克兰在顿捷斯克 沃达尔方向,胡莱埃布洛方向的部队 每天呢,在这个方向击毙70名乌军,两辆坦克,四辆汽车 还有一门榴弹炮 在哈尔河方向,击毙40名乌军,三辆汽车,一门榴弹炮 还有一门自行火爆 过去24小时呢,俄军呢,陆军航空兵击中了102个乌军的阵地 发射了81,开火81次 那么在扎布洛地区呢,还摧毁了一台美制的TPQ-5反炮命雷达 在苏美地区摧毁了乌克兰的一个弹药库 击落了4枚海马斯弹药,另外还有一枚杰达姆,美国的精确制导弹药 在赫尔松,顿尼茨克,哈尔科夫击落了16架乌坦的无人剂 另外呢,在库布洋茨克方向啊 也是在红利曼方向,俄军呢还俘虏了乌军 主要是乌军呢在德沃里奇纳方向,库布洋茨克方向发动反击,被俄军俘虏 这也是在哈尔科夫前线 可以看乌军的阵地被俄军夺去以后呢,乌军大规模投降的画面 现在呢在整个的哈尔科夫前线啊,乌克兰的整个的作战啊 并没有过去那么积极啊,乌军呢现在 沿奥斯基尔河方向进行防御 俄罗斯方面呢也在奥斯基尔河沿线和乌军的对峙 所以现在呢乌军呢,他并没有啊大规模进攻哈尔科夫方向的这个计划 所以俄军和乌军现在在哈尔科夫方向还是一个长期 那这是今天呢巴赫木特方向啊,以及哈尔科夫方向最新的情况 呃,现在巴赫木特方向呢 很有可能会配合乌军的春季攻势啊 也就是乌军呢在顿尼茨克南部马林卡沃达尔方向 对马劉布尔、海姆14公路、克里米亚方向发动进攻的同时 那么在巴赫木特方向也会有行动 乌军呢会牵制瓦格纳攻兵 在顿巴斯吸引俄军的主力在巴赫木特方向作战 所以呢乌军下一步在巴赫木特也会有军事行动 另外在哈尔科方向也会有行动 在红利曼方向牵制俄军的主力 不让俄军主力南下顿尼茨克 我呢也会持续关注啊 未来在扎布洛方向、顿尼茨克方向 以及巴赫木特方向最新的消息 后期有更多的消息呢